说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,大家不禁想到的是,人类对整个地球的侵袭,空气被污染,树木被砍伐,动物被猎杀,海洋内的鱼类濒临灭绝。 有一本或国际大奖的绘本,如果地球被我们吃掉了,就讲述了地球上只剩下一棵树上的一棵果实,地球快要灭亡了。 有个小男孩呢,在地球灭亡之前,带了一包种子和无数的小鸟来到一个山洞里,终于拯救了地球。 但是,小男孩的父母却因为保护生态环境,与破坏分子做斗争中死于非命。 小男孩的眼底因此多了一抹黯淡,那是孩子心底对于父母的思念,是孩子藏在心底永远的痛。 如果还有一丝希望,能够拯救爸爸妈妈,哪怕拼尽全力,他也愿意。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《橡树上的逃亡》里,12岁的小男孩托比,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拯救爸爸妈妈,为了保护大树的生态秘密,而拼尽了全力的孩子。 托比只有1.5毫米高,他和他的家族定居在大橡树上。 他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,为了保护橡树的生态环境,拒绝公开能源发明的秘密,遭到流放和追杀,最后入狱,不明生死。 只有小托比逃了出来。 在逃亡的过程中,遭遇了朋友的背叛,浪漫的爱情,以及不同种族的无私帮助。 种种精力让他迅速成长,并懂得了生命的意义。 本书作者是法国戏剧作家蒂莫泰·德·风败勒,早期从事专业的戏剧创作,并在自己的剧团自编自演,把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。 年纪轻轻就显示出过人的文学天赋,18岁创作的《灯塔》在法国获得成功,并被推向世界各国的舞台。 《像树上的逃亡》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,被誉为一部不可不读的《心灵圣经》。 此书荣获了21项国际儿童文学大奖,被译成26种语言,在全世界发行。 好了,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,接下来我们将分三部分为大家解读这本书。 第一部分将为你讲述《逃亡》,因为一个秘密,小男孩托比不得不踏上《逃亡》之路。 第二部分将为你讲述《隐居》,托比在艾丽莎的帮助下历尽艰辛,秘密生存。 第三部分为你讲述《救赎》,托比不顾安危去营救父母,面对死亡和背叛,他勇敢地选择自我救赎。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的内容《逃亡》,因为一个小秘密,小男孩托比不得不踏上《逃亡》之路。 小男孩托比只有1.5毫米,他是生活在橡树上的小树人,橡树就是他们的星球。 他今年12岁,按常理,正是应该在父母的爱护之下无忧无虑,自由玩耍的年龄。 可是小托比却没有那么幸运,现在的他正躲在一个树皮下的窟窿里,丝毫不敢动他,他已经连续奔跑了两天一夜没有休息。 此刻,夜色沉沉,整个橡树被黑暗笼罩着。 托比坚难地用手搬动双腿,把自己拖进树洞里。 他的一条腿受伤很严重,整个身体伤痕累累,头发上还有丝丝的血迹,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痛感,因为疲惫已经让他整个身心都很麻木。 在逃亡的这两天一夜里,托比感觉自己已经死过好几次了,此刻的他活着很痛苦,父母被关押生死未卜,而自己只能只身逃亡。 思绪渐远,困意来袭,托比实在支持不住,闭上眼想休息一会儿,突然火光冲天,无数个火把裹着呐喊声,冲他这边迅速围拢过来。 一堆小树人手里拿着棍棒,用棍尖敲击着树皮,铺天盖地而来。 每一个树缝,他们都会用棍尖,猛戳,或伸进手去探索,那架势就像每年春天,他们驱逐百蚁时的情景一样,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,但现在,他们的目标是托比。 这群人一边叫喊着,冲杀着,每个人都想亲手捉住托比,因为官方悬赏一百万。 托比不在乎,然而当他听到一个喊声的时候,却感到无比的心寒,比这漆黑的夜晚带给他身体上的寒冷更加痛彻心扉。 这个声音来自于他曾经的结拜兄弟,Leo。 他俩从四岁就在一起,形影不离,托比曾经认为,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长久的友谊。 Leo父母双亡,从小的魔力让他有一些阴郁和狠辣,但是在托比的眼中,这些都是让托比疼爱Leo的原因,他看到的只有Leo的智慧和勇敢。 现在想来,这些因素何尝不是Leo选择背叛的必然原因。 托比默默地闭上双眼,两行热泪从眼中滚过,此时对他来说,生死已经超然度外。 他能感受到,一根树棍几乎戳中他的脸颊,托比再一次陷入绝望。 突然,四周一片漆黑,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,瞬间把火把熄灭,这群人一哄而散。 托比长舒了一口气。 这一脚好长啊,托比梦见了爸爸妈妈,尽管醒来,托比也不想中断这种思绪。 他们是那么地爱他,妈妈总是很温柔,爸爸总是很坚定。 尽管爸爸一天都在实验室里忙他的工作,平时很严肃,从来不跟他开玩笑。 但是爸爸也会利用工作之余,亲手制作一些好玩的玩具送给托比。 巴拉伊娜就是其中之一,它是一只由木头做成的小老鼠,爸爸已经改良过好多次。 在托比十二岁生日那天,爸爸让托比和妈妈去他的实验室,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 巴拉伊娜居然在没有任何人力的帮助下,在地板上自由地行走,只是她的背上多了一个小小的黑匣子和一个装着绿色枝叶的小瓶子。 这就是爸爸的最新研究成果,那瓶枝叶是在橡树上提取的一种新能源,是他给巴拉伊娜带来了驱动力。 然而,麻烦也接踵而至。 巴拉伊娜在大树国会议上引起了轰动,紧接着,家里每天挤满了络绎不绝的人们,再之后,爸爸就被居委会秘密组织召见了。 由于爸爸担心说出秘密,橡树的生态环境会遭到破坏,便拒绝透露关键秘密。 于是一伙人砸烂了他的实验室,砸烂了托比的家。 他们一家被流放。 尽管托比一家被流放至最贫穷的地区,是最寒冷的没有阳光的地带,隐藏起来不与人来往,但仍未逃出居委会秘密组织的魔爪。 一天,他们一家人碰到了爸爸的老朋友泽福,泽福跟妈妈说,自从托比一家走后,外婆因不能承受迫害去世了,只留下一块大树石,要泽福交给妈妈。 泽福邀请托比一家去他家共进晚餐,爸爸虽然怀疑泽福为什么会找到他们在这儿,但是由于泽福和他是多年来科研的伙伴和老朋友,因此就放松了警惕。 再说,爸爸不想让妈妈太伤心,泽福家有外婆留下的遗物,于是就答应一起去做客。 一进泽福家的门,就被居委会的秘密组织给包围住了。 托比亲也目睹了,在利面前友情的脆弱和朋友的背叛,让他幼小的心灵逐渐蒙上了一层灰色。 爸爸告诉居委会,秘密就在巴拉伊娜身上,只有托比能够找到他在哪儿,需要他们跟着托比一起去找回来。 托比当时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么说。 等他回想起,爸爸像与他告别一样,抚摸着他的脸颊,跟他说。 明天就是你十三岁的生日了,以后千万不要再让自己受伤。 托比忽然明白了爸爸的所指。 那是一个秘密的隧道,只有爸爸和他知道。 洞口很小,爸爸告诉他,只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才能够通过。 托比有一次淘气,想进去一探究竟,结果脸颊被树皮刮伤。 爸爸是在用这些事情暗示他,只有那里才是他唯一可以逃出升天之路。 好了,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,逃亡。 因为一个秘密,小男孩托比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。 托比的爸爸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能源提取技术。 据委会为了巨大的利益,逼迫托比的爸爸说出秘密。 爸爸为了保护像书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,拒绝说出秘密。 托比一家被他们抓了起来,爸爸用计让托比逃脱,托比只身踏上逃亡之路。 我们来接着说第二部分的内容,隐居。 托比在埃莉莎的帮咒下历尽艰辛,秘密生存。 托比随着思绪泪流满面,他知道,此地仍不可久留,因为秘密组织已经派出了大批的兵士,在大象树的全部范围内全力追捕他,他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 于是,他想到了埃莉莎,现在他是托比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。 和埃莉莎的认识很特别,托比经常会跑得迷路,有一天他玩耍时迷了路,发现了一个深潭,潭水清澈地让人无法抗拒,只想马上跳进去游个畅快。 托比跳了下去,当他沉浸在美景和清凉的潭水中时,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问道,很美是吧? 托比回答说,是的,很美。 之后才缓过神来,自己再跟人说话。 这个女孩有两条大辫子,年纪与托比相仿,但却有一种超出他们这个年龄的成熟之美。 当晚托比和埃莉莎一起去了他家,吃着埃莉莎妈妈做的蜂蜜甜饼,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 之后两个人经常在一起,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友谊。 埃莉莎曾经说过,万一有一天他们走散,找不到对方可以学馋的叫声,对方听到也会用馋的叫声回应彼此。 想起这些,托比心里很温暖,决定立即起身去找埃莉莎。 直到又一个夜幕低垂时,他来到了埃莉莎家附近,现在已是深秋,寒蝉已不鸣叫,托比相信埃莎一定能够听到他。 果然,埃莎很快回应了托比,埃莎把托比安置在一个隐秘的树洞中,每天给他送些吃的,一天来回跑好几趟。 妈妈问埃莎每天在忙些什么,她都会说,去深潭游泳啊妈妈。 妈妈说,那你多加点餐吧,游泳很累。 于是默默地帮她多做出一个人的食物。 这个秋天,在埃莎的精心照顾下,托比的伤势一天天地好转,两个人的温情也逐渐升级,但他们毕竟是小孩没有生活经验,他们不知道又一个巨大的风暴马上要来临。 很多时候,像树上的冬天,一夜之间就会降临,大雪下来,树洞就有可能被封,而且冰雪极其坚固,只能等待四月份冰雪才会融化。 这天傍晚,埃莎返回家的途中,突然迎面碰到了匆匆赶来的妈妈,背着一个大大的麻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埃莎才知道,妈妈早就知道托比的到来。 他们一起把食物送到了托比柱的树洞,以防万一。 埃莎的妈妈说,今夜就有可能有暴风雪。 果然不出所料,第二天风雪不停地肆虐,大雪封住了洞口,托比再次陷入了绝望。 洞外埃莎心急如焚,却无计可施,因为厚厚的滑滑的冰雪封住了她去树洞的路,无数次尝试她根本无法爬到那个洞口去,只能等待托比自救了。 托比翻看了埃莎和她的妈妈带来的食物,正常的情况下,如果一日三餐的话,仅仅只够两个星期的量。 如果一天只吃一餐,也最多能够坚持一个半月。 而等待春天的来临,冰雪融化,至少要到四月份才行,也就是说,她至少需要坚持一百二十天。 托比此时无限地思念爸爸妈妈,想到爸爸殷切地期盼和坚定勇敢的日常,无形中一股声的力量在心中无限地蔓延。 她开始学着爸爸做实验的方法,寻找自己能够赖以生存的充足的食物、水和空气。 树洞内的火堆还有火苗一直没有熄灭,有时还有一丝摇曳,说明树洞还有缝隙与外界连通,空气是没有问题,水可用雪融化,只是食物不够。 她沿着树洞边缘细细搜索着,突然发现一块潮湿的地方长满了苔藓。 爸爸曾经有过一篇专门研究苔藓的论文,托比清晰地记得,苔藓在树上只要温度足够,水分充足,就能够不停地生长。 而且呢,这对于托比来说,至少算是每天保证有新鲜蔬菜吃了。 托比就这样,在树洞中煎熬地过了三个多月。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,隐居。 托比在艾丽莎的帮助下历尽艰辛,秘密生存。 托比决定去找艾丽莎,现在她只剩下艾丽莎可以相信了。 两个人共同经历了一段温情浪漫的岁月,但是很快被暴风雪残酷地分开了。 托比几乎被冰雪活埋在了树洞里,还好她坚持了下来,活着走出了树洞。 我们来接着说第三部分内容,救赎。 托比不顾安危去营救父母,面对死亡和背叛,她勇敢地选择自我救赎。 转眼开春,冰雪融化了,艾丽莎迫不及待地爬进了树洞,发现奄奄一息的托比。 谢天谢地,托比总算挺了过来。 托比在艾丽莎的照顾下慢慢恢复了元气,她每天都坚持带她去外边散步活动筋骨。 半个月了,托比基本恢复如常,艾丽莎知道,是时候告诉她。 半个月前,听到的消息是,托比的爸妈在东布尔监狱5月1日将处以死刑。 托比和艾丽莎寂寂谋划,如何才能够营救出托比的爸爸妈妈? 可是,东布尔监狱固如金汤,根本不是两个13岁的孩子能够随意进出的地方。 托比和艾丽莎都想到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托比自首进入监狱。 但是,艾丽莎不同意,这样太冒险了。 艾丽莎决定从监狱长的女儿入手,打开进入东布尔监狱之门。 监狱长的女儿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,从来没有走出过监狱的大门。 性情阴郁暴躁,最喜欢而且每天都做的一件事就是找一个犯人,用木棒敲击犯人的脑壳直到敲出大包为止。 这个嗜好远近闻名,监狱长非常烦恼,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女儿有些改变。 艾丽莎贿赂了一名狱卒,让她给监狱长献计献策,告诉监狱长,她的女儿是因为没有朋友才心情古怪的,并且推荐艾丽莎进入监狱和监狱长的女儿做朋友。 经过几天的观察,监狱长发现,自己的女儿已经非常依赖这位新朋友了,并且日渐乖巧听话,于是就放松了警惕。 在托比的爸爸妈妈被公开处死的前一天,艾丽莎带着监狱长的女儿外出野餐。 消息传来说,监狱长女儿不慎掉下悬崖,摔得浑身是伤,被用蜡给封上,抬回了监狱。 监狱长虽然很生气,但无可奈何,在女儿的房间点满了蜡烛,房间温暖如风。 其实,被蜡封住的是托比,房间温度越来越高,蜡渐渐地软化,托比钻出了蜡烛去营救自己的父母。 可是,那根本不是自己的父母,只是用来引诱托比前来的诱饵。 危机就在眼前,这时监狱长的女儿的房间由于蜡烛点燃燃起了大火,托比再次得以逃脱。 托比知道,这棵它曾经生活了十三年的橡树,已经不再是它的星球,想生存就必须离开,必须自我救赎。 就在这时,托比听见一声鸟叫,抬头看向天空,有一只鹰在一棵硕大的泄迹生果上盘旋。 对于橡树上的小树人来说,鹰是一种很可怕的鸟类,因为它随时可能把它们叼走。 托比想起爸爸曾经研究过无数次,鹰与泄迹生果的关系。 他曾经亲眼看到两个树人在泄迹生果上被鹰叼走,最后安然无恙地返回。 也就是说,鹰感兴趣的是泄迹生果的果肉,而不是树人。 托比决定用这种方法来结束在橡树星球的生活。 想到这儿,托比什么都不怕了,他一头钻进泄迹生果中抱紧了果盒。 就在这时,鹰俯冲下来,把泄迹生果一口叼走了。 等到托比醒来,一群光人围在他周围,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。 光人是小树人对大树下面生活在草丛中的种族的称呼。 它们身上只有一块布遮羞,它们的天敌是青蛙。 它们也合力捕猎蜥蜴类的爬行动物作为它们的食物。 但是它们的居住环境则是比橡树上恶劣百倍, 因为草不能成为它们固定的居所,而且它们的房子经常会被淹没在雨水里。 无论如何,既然来到了这儿,托比决定就在此扎下根来。 他艰难地学会了它们的生活法则。 转眼一年过去了,光人族早就接受了这个来自不同种族, 但却乐于帮助它们勤劳善良的小伙子。 好景不长,有天,大树上的著名作家波尔柯南来了。 他见到托比,给托比带来两则消息。 一则是,托比的爸爸妈妈没有死。 另一则是,他心爱的艾丽莎落入了新居委会秘密组织的首领, 也是托比昔日的好友现在的暴君Leo的手中。 Leo想要得到艾丽莎,但艾丽莎誓死不从,薛发维尼。 托比决定回到大象树上,因为爸爸妈妈的期盼和艾丽莎的忠贞, 足以让他再次涉险,哪怕付出生命,也值得。 好了,听完了今天分享的象树上的逃亡, 关于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, 对于友情、亲情、爱情, 在金钱和艰难的考验面前,我们应该怎么办? 相信你会有很多的感想,让我们来总结一下。 我们首先讲到了逃亡,因为一个秘密, 小男孩托比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, 托比的爸爸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能源提取技术, 居委会为了巨大的利益, 逼迫托比的爸爸说出秘密。 爸爸为了保护象树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, 拒绝说出秘密。 托比一家被他们抓了起来, 爸爸用计让托比逃脱, 托比只身踏上逃亡之路。 然后我们讲到了隐居, 托比在艾丽莎的帮助下历尽艰辛, 秘密生存。 托比决定去找艾丽莎, 现在她只剩下艾丽莎可以相信了。 两个人共同经历了一段温情的浪漫的岁月, 但是很快被暴风雪残酷地分开了, 托比几乎被冰雪活埋在了树洞里, 还好她坚持了下来, 活着走出了树洞。 最后我们讲到了救赎, 托比不顾安危去营救父母, 面对死亡和背叛, 她勇敢地选择自我救赎。 托比和艾丽莎设计进入监狱去营救爸爸妈妈, 但是托比发现那不过是诱她前来的诱饵。 托比决定离开这个她生活了13年的橡树, 实现自我救赎。 但是当她生活稳定之后, 橡树上的作家带来了托比的爸爸妈妈没有死, 以及艾丽莎为了她不愿意嫁给现在的暴君的两则消息, 让托比决定再次回到橡树上去, 为爱而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